手拿标语写着心中 唯小却难以实现的愿望 就是停止战争 你或许还记得她 被形容是小小战地记者的 七岁女童巴娜 每天在推特发言 传递叙利亚现况在网络爆红 但她最常做的事仍然是祈祷 和一般小女孩一样 巴娜也喜欢哈利波特 罗琳透过网络知道后 很快在推特回应 还将哈利波特电子书送给巴娜 巴娜则开心地写下感谢文 但其他的孩子恐怕没有这么幸运 脸上挂着血 这名男同的左脚被压在瓦砾下 等待救援 距离阿勒坡周四又发生猛烈空袭 孩子们即使幸运保住一命 心灵也早就受创 男同强忍住泪水解释空袭过程 不过一到医院看见受伤的爸爸 还是忍不住崩溃痛哭 面对无情轰炸 双利亚白魁部队忙碌救援 但他们担心这些难民 恐怕撑不过十天 严重缺乏医疗资源 以及接踵而来的饥饿 恐怕会让死伤人数快速增加 记者陈嘉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